家人间的关系 也许是世上最难处的关系 即便是在坚强的坏人 都可能会困于其中 因为你无法解雇你的家人 也很难逃避他们 战争的老艺术家曹操 虽然傲视群雄 但是在曹植和曹丕这里 他也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父亲 一个教他们 遇他们 吸他们 连他们 以他们为自豪 又拿他们没办法的 父亲家庭的意义在于幸福 但政治的意义 却往往在于胜负 于是 当家庭和政治遭遇 就会催生很多不幸福的生活 或者是失败的政治 在三国之中 曹操和曹植之间 父子关系的逐渐变坏 折射出每个人人生的无奈 志在千里的 为王和对九当歌的王子 建案24年 汉朝已经被曹操们搞定 他们有了自己的封国 封国有实际的国都和疆域 曹操已经成为了魏王三年 曹丕也成为了魏太子两年 但同时 在曹丕成为太子以来 曹操和曹植的父子 情感已经变得很复杂 这一年 刘备和关羽又一次 向曹操们发起挑战 曹操在陕西和刘备的战事 曹仁在凡城和关羽的战事 都关系着家国的未来 在长安行园的曹操 接到了来自荆州的战报 丘与中汉江暴涨淹没了支援曹仁的于静部队 而于静已经投降关羽 事实证明外人是靠不住的 曹操的堂帝曹仁 依然在洪水中带领招数千人坚守城墙 军粮吃完以前 忧心如焚的曹操 必须为他派取新的救兵 危机中 随军的曹植是曹操认为最可靠的人选 28岁的他被任命为南中郎江 即将奔赴前线 在曹植即将独当一面之前 志在千里的曹操要为他面授机遗 但当他的王子来到他面前时 曹操看到的却是一幅 意想不到的景象很显然 东倒西歪的诗人曹植 刚刚喝过一壶 他此刻只想着对酒当歌 完全听不懂曹操的兵法 这让曹操顿时变得只想吐血 于是 他沮丧地放弃了这一次任命 曹操面前的画面是荒诞的 而荒诞的背后 却是施以王子对待家国和自身的态度变化 事实上 曹植早已经成为了曹操的心病 然而万能的曹操 却并不知道怎么去止 这一年的腊月里 65岁的曹操最终离开了世界 留下28岁的曹植 开始经历他更加残酷的人生 曹操的期待和杰出的公子 虽然在曹操生命的后期 因为政治的因素 他和曹植之间出现很深的隔阂 但实际上 父子之初也曾经是美好的亲子时光 笔者根据三国志以及三曹年表 把曹植这一段生活 分成了四个阶段 第一季 部队大院中的快乐少年出贫三年 汉默的北方大地上群雄逐鹿 38岁的曹操成为了其中的主力 在大军频繁的辗转之中 便夫人和曹操迎来了他们的第三个孩子 孩子似乎为曹操带来了好运 这一年冬天 他在山东大颇黄金 并收编将组 组成了30万的青州兵 曹操似乎更怜爱这个 为他带来幸运的孩子 孩子被取名之 自子健 寓意着茁壮成长和建立工业 关度之战前 曹操每天不是在打架 就是在跟人打架的路上 因此上他们没有稳固的距地 全家人跟随着军队不断迁徙 作为曹操的孩子 在随军的生活中 学业也不能荒废 曹操学习了儒学典籍和诸子百家 曹操学习了诗歌 策论以及词赋 虽然都展现出学习天赋 但其中的差异是明显的 曹操更接近于管理学 而曹操更接近于中文系 曹操悉心观察他的每一个孩子 孩子们也在观察曹操中 学习和成长 曹操知道 作为他的儿子 必须要学习战争 而学习的最好方式 就是亲自到战场上体验生活 建安十年 曹操第一次带着曹操出征 是讨伐元坛的战役 那一年曹操五十一岁 曹操十四岁 他们一起东陵沧海 歌唱胜利 后来几年 父子又一起北征屋玩 西征马超每一次带曹操出征 曹操都齐开得胜 而建安十三年 曹操带着曹操去打仗 结果就经历了赤壁之败 曹操战场上的英雄形象 影响了曹操的一生 在他晚年的求资事表中 曹操回顾了这几次战场生活 晨曦从先武皇帝南极迟岸 东陵沧海 西望玉门 北出悬塞 福建所以行军用兵之事 可谓神妙矣 故兵者不可预言 凌难而质变者也 虽然是一个杂种的管理学家 但曹操首先是一个很浪的诗人 所以当曹操只展现出过人的文学能力时 曹操曾经十分欣喜和称道 林张水之长流稀 望原果之滋涌 养春风之河木兮 听白鸟之悲鸣 天云园其寄里兮 家院的儿霍城 洋人画屋与内兮 尽速公屋上京 为桓文之为成兮 启足方乎盛名建安十七年 带领诸子登上夜城铜雀台以后 曹操让他们都作福 只有曹操下笔成文 用这一片灯台赋战尽了风光 曹操最重要的谋士寻遇 在这一年冬天辞世 曹操让曹操只比了光露大夫巡猴磊 这时的曹操 已经是曹操心中特别的存在 这一年曹操58岁 曹批26岁 曹操21岁 事实上曹操不只有文学光环 他随获的性格和机敏的应对 都引起曹操的关注 三国志记载的曹操 性简易 不知微疑 鱼马服饰 不尚华丽 美境界难问 应胜而对 曹操的诸多光环 最终产生了巨大的运轮效应 建安16年 曹操被封为平原侯 建安19年 曹操又被喜封为林姿侯 建安19年 可能是曹操最高光的一年 那一年 60岁的曹操已经成为卫工 他向南征伐孙权 安排曹操留守在叶城 这似乎可以看出 画家之年的老艺术家 对刚成年的孩子寄予的厚望 曹操甚至用自己的23岁往事 来激励23岁的曹操 无锡为顿丘令 年23 赐此时所行 无悔无金 今入年亿23亿 可不免雨 那一年 曹操上有曹操气重 下游丁怡 阳修门卫羽翼 曹操甚至一度想把魏世子之位留给他 曹操幸福的早年生活似乎说明 从古到今 三好学生奖状是可以征服天下一切父母的法宝 即便是人间的坏蛋曹操 也会喜欢被鼓失的少年 继承人的选拔赛 但是三好学生永远不代表 你长大以后会取得成功 要真正成为世子实际上并不容易 曹操要搞定三方面的力量 他的继承人将来也必须要搞定 这三种力量包括江东和西蜀政权 阵营内部的野心家力量 庸汉反曹的潜在势力 其实曹操之前一直为曹操赞赏的 是他的文学能力和学习能力 但政治能力才是成为世子的关键 而政治能力的核心是搞定人的能力 这恰恰是一种学不来的天赋 青年的曹操是否能担当大任 还需要经过最重要检验 史料记载了 曹操决定自己继承人的一些关键事件 1.曹批和曹植的成文任务 典略中记载了曹操对长子曹批和爱子曹植的一次暗中考察 他让曹批和曹植各出夜城一门 但同时又命令守门者禁止他们出行 面对阻力的曹批放弃了任务 但杨修告诉曹植 出门是执行曹操的命令 所以可以斩了阻挡之人 结果曹植胜出 事实证明曹批的随机应变能力一般 但曹植在获胜的同时也也在给自己挖坑 2.不加当的盟友 杨修从政治的意义上来说 曹植踩上的杨修却是一颗很明显的地雷 点略记载曹操每次抛给曹植一个复杂问题 曹植都能迅速应对 曹植在调查之后发现了其中的玄妙 逐步杨修每次都提前泄题 并预先为曹植作答 作为袁绍和袁树外甥 杨修本应该加起尾巴 老老实实当曹操的秘书 但他却深度参与着曹氏兄弟的历史之争 战争老艺术家曹操或许曾想到过 袁绍的外甥在他死后掌握大权 并且把曹氏一网打尽的壮观场面 和问题人物结党作弊 曹植无意间触犯了一种忌讳 后来杨修因此被杀 3.坑爹的蛇精病事件 如果有一件事 最终决定了曹植的命运 那么一定是司马门事件 在此事件之前 曹操一直以为曹植是最可定大事的孩子 建安22年曹操已经成为魏王 戴汉已经进入了日程 但他依旧不想迈出创看的最后一步 而恰在这时 曹植却如神兵天将 只见他乘着马车 突然行进在皇帝专用的迟道上 无意中曹操终于坐实了他汉贼的声明 是他儿子中最坑爹的蛇精病 如梦方醒的曹操发现 网红七年曹植 原来只是一个荒唐的郑州而获 于是他伤心和大怒 杀了看不好门的公车令 然后无奈地放弃了曹植 柳青说过 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 但锦耀处常常只有几步 特别是当人年轻的时候 而曹植 在他锦耀的时候 蛇精病发作 宣告了一个伟大诗人的诞生 谁是错误的根源 曹植曾经是曹丕之外 最接近魏太子之位的人 但曹植同时又是 曹丕上位后最失忆的一人 从天之骄子到坑爹的而获 叛逆期的曹植用很短的时间 就完成了角色转变 究竟谁是错误的根源 是曹植后来变坏 还是曹操不尽到负责 笔者尝试从深处分析 追索造成这种结果的两重主要原因 第一重 政治家庭的富贵代价 侯神通认为曹操和曹植之间的关系恶化 也体现着政治家庭的残酷性 曹操和曹植曹批批担的 是普通人很难经历的富贵的代价 国王有25个儿子 但他能传承的王位只有一个 这就造成了要有24个儿子被放弃 曹植只是其中的一个 而同时 人往高处走是每个人的天性 但王子们从一出生就在社会高处 他们要继续进步 只有一条途径 那就是从王子变成王 在竞争王位的过程中 所有的家庭关系都不堪一击 第二重 曹操的不理智捧高 事实上曹操一直在给曹植挖坑 而不是曹植坑爹 曹植的才华在于文艺 但曹操忽略了他严重偏刻的本质 导致理想主义的认为 曹植在儿中最可定大事 因此上 他把曹植捧得很高 进而将自己的理想强加于曹植 而受到高度期待的曹植 也就把成为世子当成了人生追求 以至于最终被曹操放弃时 他像是从云端跌落 进入了痛苦的深渊 侯神通不禁有感 也许每一对父子之间 都包含对方永恒的无奈 你无法苛求彼此完美 但可以选择相互理解 禁止 对方永恒的无奈 对方永恒的 准处 教学 试 对方永恒 选择